我姐姐有精神病和邪灵 她十年前多,我曾帶她去信耶穌 那時候初初信也很好,後來信了耶穌也是這樣 信了自己入面的神 然後整個家庭也有很多問題,離開了神 每次精神病發作就會埋怨我,說我害了全家 害了他們兩個兒子,帶他們兩個兒子去洗禮 說了很多負面的事情,甚至想動手打我 我知道每次發作很憎恨耶穌 那些人說應該是有那些事情 那些邪灵 一直都幫她 最近她兩個兒子有些事 再一次和我哥哥勸她回來主 不要再信你裡面的邪灵,不是神 她經常說觀音什麼什麼 每天都說了那些名字出來 我說那些幫不了你的 所以叫她回到神那裡 一直都勸化她 這一次差不多兩個月左右 她終於肯為了兩個兒子 還說回她聽,都是神的時候 再一次決製回到主的身邊 回轉 這段時間,再回來主的身邊 她也有反應 祈禱的時候就沒事 祈禱後,人們離開後 就覺得不舒服 牙膠又掉下來 心又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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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 即是邪靈 是的,邪靈搞她 又吵架又掉下來 她人很慌張 因為我一直都堅固她整個家庭 她都是一個單親父女 都是很艱難的 一直幫她 因為關於說鬼的事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這種權柄 一直跟姐妹說 我都不知道怎樣幫她 不想她這樣,看到她也很辛苦 然後姐妹幫我找到葉牧師 很好,葉牧師是神差派來幫助我的葉牧師 我真的很感恩 她第一次見她的時候 為我祈禱的時候 我覺得在祈禱的過程 我覺得葉牧師 不單要來教我幫姐姐 而且她是幫我 在祈禱的過程 我覺得是看到自己 自己也對神有埋怨 對神不夠信任 導致我這幾年 跟神都有一種 好像有些東西失去了 不通 有情緒 我這幾年是有更年期的情緒 人都好像很不可以 然後靠過葉牧師 帶領我進入神裡面 看到自己這件事 然後我就說 我要悔改 我要在神面前悔改 當我悔改的時候 我就看到神 看到耶穌有一個肝 然後抱著我 然後我很開心 被神抱著 抱著 很開心 然後用這個方式 再和我姐姐 聯繫的時候 然後教她 牧師教我 如何進入神裡面 然後姐姐整個狀況都不同了 那些事情 其實你不用說 她都自動會走 其實最重要讓我看到什麼 就是我們和神的關係 要留意自己 其實我都信了 已經有二十年了 那在這幾年很忙 有照顧孫 各樣的事情 好像在忙忙碌碌碌 然後很無尊重在神裡面 那我自己有個心志 不斷都很想去傳福音 一直都很想去幫那些單親家庭 因為本身我自己也是單親家庭 那很明白 一個單親的婦女很艱難的 他們很需要耶穌 所以我從來沒有忘記 沒有忘記過神 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很感恩 神為我預備 牧師教我如何去學會 去親近身 我們搞定自己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幫助身邊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見證 就是要歸永而比神 我會繼續努力來這裡學習 學更多如何依靠神 如何幫助人 所以我很感恩 我會想要歸永遠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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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